杨丽萍是于男人,中秋佳节,她抽空回了套双廊,大概也是上个月排练新舞剧摔到还没有痊愈。 当天,杨丽萍仍然拄着拐杖,毕竟也是59岁了,受伤还得好好保养,虽然拄着一对出戏的拐杖,但杨丽萍的气质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 一袭黑色民族风长袍,一顶碎花绣纹帽,一头脊腰浅黄,黑香腺的长发,杨老师还是那么年轻呀。 这次回家,杨丽萍也是感慨万千,时间过得真快。 转眼,小采琪的弟弟把小弟都比姐姐还高了,是啊,杨丽萍老师也老了,小采琪也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了。 虽然杨丽萍自己也说,我们一天天变老,但似乎从她晒出的照片来看,她还是不服老的,不然,也不会用美颜。 杨丽萍很多时候都是戴着墨镜的,云南阳光灿烂,出门呆呆自无可厚非,但回到家来的杨老师,原来没有要把墨镜取掉的意思。 农家院墙之下,杨丽萍依旧心味十足,救援和家人吃饭,杨丽萍也是戴着墨镜的,桌子上摆着饭菜。 小采琪的弟弟把小弟在后面羞暖的微笑,杨丽萍则是淡然地面对镜头,剧场全开,网友都看不惯了。 喂,杨老师,吃饭了喂,还不眨眼睛吗?也有网友解释说,杨丽萍就是这样的,上次回家陪老母亲吃饭,也还戴着墨镜。 不过也有网友感叹,美颜和P图的鬼斧神功,杨丽萍今年已经59岁了,照片中的她皮肤光滑如水,像是包了壳的鸡蛋一样。 来看这张照片,杨丽萍终于摘下了墨镜,眼睛细长,鼻子立体,皮肤更是好的像18岁的少女一样。 这哪儿是一天天变老啊,明明就是一天天回春啊。 有人说看到杨丽萍,就有一种黑衫老妖的记事感,也有人说杨丽萍这哪儿是回香,分明就是灭绝师才提着两把枪回来了。 杨老师的美颜相机拍得实在是好,这组回香探亲,照把她拍成了仙女,不管批不批吧,至少照片上的杨老师,还是像当年一样,美得不可放物。 网友也是操心,觉得杨丽萍留这么长的举架,会不会影响正常生活。 看照片上的这双手,确实,也难以相信,杨老师能够自己拿起筷子,出列的吃起饭来。 网友说,杨丽萍可以修炼九阴白鼓爪了,要说啊,杨老师早就在2003年的射雕英雄传,里扮演过梅超风,这双手简直是毫无违和感,就是梅超风本风了。 不管怎么样,杨丽萍依旧坚持,指她所钟爱的舞蹈事业,就算来自老艺术家的执着和付出,值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